冰箱养育第28周 有粉丝送来了这么多短吻狮子鱼的卵 而且正在孵化 哈喽大家好 有位粉丝在吃饭的时候 厨师给了他一坨帝王蟹卵 让他回去炖蛋吃 他这一看不对呀 怎么都孵出小鱼来了 然后想到我做的短吻狮子鱼 然后就联系了我 我正好呢 也就看到他给我的留言了 于是乎乎这些小家伙们就来到我家了 这一坨短吻狮子鱼卵 起码得有上百个 他们在离开帝王蟹的身体以后 肯定会缺氧 所以我必须给他把这个卵块给拆分 但是之前呢 先要测一下盐度和温度 我测了一下他这个盐度 粉丝说他是之前养过水母 然后自己调了个盐 也没测盐度 我测了一下大概1.01617这个样子 这个里面已经出现死亡 而且很有可能这些卵已经呈现缺氧状态了 而且水温有点高 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得赶快处理 你看这些发红的都是受伤的 这些小家伙们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活不下去 在人工条件下 可能很难模拟泄塞那么大的水流 所以很有可能无法提供充足的氧气 所以我们把这些卵块得给它掰成小块 拆开 这样这个鱼就不会缺氧了 它是个短吻狮子鱼的卵 没让它硬硬的 一粒一粒的 所以还是比较好掰的 但是这个也没办法 有时候如果手劲儿过大 有可能捏死那么一两个 我在拆解短吻狮子鱼卵块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寄生虫 也不知道是寄生短吻狮子鱼的呢 还是寄生帝王蟹的 这个卵块中央里有一些卵呢 已经出现缺氧死亡迹象了 拆解完毕打氧孵化 但是我发现这个氧气太足了 于是我换了两个小一点的气石 但是发现还是不大行 这个气石的话还是有可能伤到鱼鱼的 然后我把这个气石放在了上方 这样这个鱼鱼就可以安全孵化了 而且鱼鱼孵化以后 这个氧气泡很有可能对于它造成伤害 所以孵化以后我们必须马上把它分开 几个小时以后 我再次查看的时候 发现有些小家伙已经孵化了 于是我准备把它们捞出来 你看这已经孵化了几只了 但是也有几只肯定是死掉了 必须把死掉的捞出来 然后孵化的捞到另外的容器里 不一会儿就收集了这么多了 左边两罐都是刚孵化的 然后右边是我已经养了一个月的短卧石子鱼 再看看我养了半年的短卧石子鱼 已经这么大了 把它们放在对比一下 就知道它们的体型差距了 持续观察 感谢这位粉丝 我也要好好的对待这些小家伙们